然后你18年到21年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在一家公司做这个视觉设计师 他是从18年一入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进入到这边了 然后因为他是一家初创公司 所以我学习到了非常多 我尝试过这种的销售港 还有他的一个人力资源 还有他的一个活动策划 老板真的很信任我 还把团队里的一些人 随意让我去调配帮助我 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经历 我带了一些我的视频作品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 社交媒体的一个界面设计 然后这个是我的图标 还有一个样机展示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 信息可视化设计 这个呢我是利用了 一个图表的一个设计 做了一个疫情前后的一个对比 然后便于观者 从中提取出一些信息 这个呢我做的是国潮 我就是用了我们现在的 青年的一些形象 去和山海经的一些神兽 进行了一个视角上的结合 然后创造了这样的一个 IP海报 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大创 是针对创后应激障碍的 一个药物包装设计 很多人呢在吃药的时候 他又觉得吃冷冰冰的药 是非常痛苦一件事 所以我调研做了这样一款 有温度的去爱 去保护你的这样的一个 药物包装 这个是整个药品的 一个成品展示 这样的选手的话 我们就特别地兴奋 他验证的准备 和他原本就优秀 会赢得我们很多企业家 为他报道 感谢观看